日前英国路透社报道声称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韩国等 至少七个国家的防务公司和专家 正在秘密协助台湾 制造潜艇的计划 对此 韩国方面表态否认 有台湾舆论认为 台湾所谓的潜艇制造 这个名称根本就是一个骗局 英国媒体报道提到 相关的公司是在征得各国政府批准之后 向台湾提供相关的关键技术和部件的 被点名的国家多数没有做出回应 而美国用一贯的 所谓维持台海稳定的说辞来狡辩 韩国政府则火速澄清称并无此事 韩联社报道称 韩国总统府核心人士表示 有关报道并不属实 但正在核查是否有以个人身份 向台湾非法提供情报的情况 对于英国媒体的报道内容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受访时表示 不做评论 他还称 这些工作进度按照计划进行 有台湾舆论认为 台湾现在没有建造现代化潜艇的能力 所有的东西都是靠外面的技术援助 所以还没开始建造 画几张图纸 几十亿新台币又没有了 他认为这是一个潜坑 而所谓的潜艇自造这个名称 根本就是一个骗局 没有人宿主码